一万网友推荐2024上半年最火的九部电视剧 简直是神仙打架 第九名 西花指 虽然这部剧开播前被许多原著粉吐槽 因为胡一天和张静怡都被认为不适合古装 但开播后却因为精彩的剧情逆袭了 作为一部大女主成长故事 西花指把女性群像刻画得非常精彩 她们之间没有勾心斗角 而是互帮互助团结一心 这部剧节奏快而不拖沓 女主智商在线毫无恋爱恼 配角也没有人为衬托主角的工具 但由于和原著相比还是少了运位 这部剧也遭到了许多原著等的抵制 最终热度没能维持下去 第八名 花坚定 这部由居静怡留学艺主演的小成本网剧 打着换脸恶女探案的旗号 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在古装经典元素的基础上 加入了对抗四大宗族的恶势力 并查明一桩桩旧案的真相 每个案件包括爱情 复仇等元素 谜团紧密交织 悬念设置巧妙 使得整个剧情更加扣人心弦 然而由于女主的原因 这部剧的最后高开低走 也是比较令人惋惜的 第七名 新生 这由景博然周一然出演的悬疑剧 剧情节设置缓缓相扣 一开始一个被骗者的视觉切入 先通过被骗的人的嘴全是废客 让人不得不感叹其骗记者高超 但之后剧情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展开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真相 不仅还原来真正的废客 还揭露了被骗者的贪婪 特别是女主的性格设定 复杂到让人根本没法给她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 最后的剧情回到了费壳考试替代前的那个晚上 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悲剧的必然性 真是把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探讨得淋漓尽致 第六名 墨语云间 作为余正的又一剧作 这部剧延续了她以往的风格 许多观众点开这部剧的第一感觉 就是一个爽子 仅四集的时间 就完成了对女主角薛芳菲与丈夫一家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能看到一个标准美强惨设定的女主角 虽然遭遇不幸 但却从不矫情 也不自怨自哀 一直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手腕强悍 能够瞬间抓住问题关键 并积极生存下来 而这也让这部剧宛如坐上了剧情的过山车 一路风驰电车下来 能感受到薛芳菲和江黎的辛苦多串 但更多的是自我拯救带来的舒爽 第五名 追风者 这部由王一博主演的追风者 容叠战成长职场金融为一体 节奏紧凑 剧情精彩至极 剧中的所有人物都智商在线 每个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我不得不夸一下王一博的演技 不是用简单的流于表面的动作来表达情绪 而是用角色当下左处的环境 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来呈现 明显已经吃透了这个角色 然而这样的演技都没有获得白玉兰提名 也不得不让观众质疑 这个奖项的专业性 第四名 《成欢记》 这部由杨子徐凯主演的都市感情剧 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 开拍以来一直备受关注 围绕90后女孩买成欢的爱情 家庭和工作面临的经历和困惑 从成欢膝下到成就自我 不是单纯的都市恋爱剧 而是一部女性成长励志的证据 剧中高能情节不断 依轻快明亮的气质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牢牢吸引观众眼球 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的演艺 则让剧集更加具有代入感 激发了观众强烈的情绪共鸣 第三名 《玫瑰的故事》 作为刘亦菲重回电视剧领域的第三部作品 这部《玫瑰的故事》依旧火爆 虽然是俗套的《一女四男》的故事 但配上脱俗的神仙姐姐 一切都显得那么合理 女主黄一眉非常有自己的主见 是位独立又自主的女性 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工作还是人生 她的选择都非常有魄力 另外 《玫瑰在剧中的造型》也十分出彩 画形着装 花样繁多 妆容稍显清冷 却时尚感十足 各种各样的造型眼花缭乱 配上刘亦菲的盛世美颜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再加上剧中高颜值的四位男主 佟大为饰演的哥哥 以及颜值演技在线的各位女配 这部剧想要不报都难 第二名 《雨凤行》 不愧是收拾女王赵丽颖主演的剧 不仅待会了林更新这个男主 就连剧中的哥哥小配角也火得一塌糊涂 赵丽颖与林更新记楚桥传后的二搭 自筹拍起就大受期待 预告释出后 网友更纷纷大赞 赵丽颖仿佛就是从原著走出来的 这部剧开辟了内鱼仙侠剧新赛道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神仙不能谈恋爱 也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明 另外 《雨凤行》的质感也非常真实 实景拍摄的绿水青山 特效也非常到位 虽然前期的节奏有点偏慢 但后期建筑家境之后 却让人欲罢不能 第一名 《庆余年》第二季 作为一部现象级暴剧 有着第一部热度的加持 《庆余年》第二季还未开播 就已经是全网首部预约破千万的剧集 开播当晚 最高热度值更是达到了32906 同时 它也是腾讯视频史上 开播当日热度最快破三万的剧 这是其他电视剧望尘莫及的 虽然相比第一季 它的广告多了 许多人也换了 但剧情依旧精彩 许多高能的场景依旧令人惊心弄破 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 虽然从播出到收关 一共只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但其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唯一遗憾的就是 故事并没有结束 还有很多的事情未收回 最精彩的《大东山之战》还未上演 一些埋藏的伏笔还未呈现 这种夹然而止的感觉 也让观众们难受至极 毕竟他们再也等不起第二个五年了